太子强制爱上中年老司 只因穿越反派不想受死 今天是皇太子的成人礼 全国的贵族都来参加 当然作为太子老师的斯克鲁凯利德伯爵也来 为了皇太子殿下 老司可以奉献一切 大家对他说的话当然深信不疑 毕竟他已经陪伴太子八年了 这八年都不知怎么过来 为了活命 老司决定今天就申请辞职 原来八年前的老司本是明喜欢看小说的废权 可看着看着就莫名其妙地穿越了 成为小说男主的老师兼精神支柱 但实际上他却是背叛男主的幕后挥手 而反派是没有好下场的 他最终悲惨地结束了一生 这一切都是因为谁 当然因为这个世界的男主 凯西文德林皇太子 老司为了改变必死的结局 努力成为他的好老师 结果却成为了老师好好好 太子一见老师就激动 大不留心地就走了过来 平日高冷的殿下 却笑得如此灿烂 让仙女们觉得他们关系不一般 老司也没想到会成现在这样 这更加坚定他要辞职的想法 可正当他打算拿出辞城时 音乐却开始了 太子立马就对老师发出跳舞邀请 这让吃瓜仙女一百个肯定他们不单纯 老师也不太好拒绝 只好开心地接受 反正就陪他跳最后一支舞 可殊不知这是老师甜蜜噩梦的开始 因为太子今天就要实现这辈子的梦想 轻声告诉老师一会儿去阳台聊聊 老师很猛逼 这剧情不对劲啊 不过恰好老师也有事情要对太子说 很快两人就在阳台重新碰面 老师表示他也梦想这一天的到来 多亏了殿下他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殿下请接收我的辞职报告 我要退休了 太子一听如遭雷击 退休 你为什么退休 因为太子长大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可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想了 太子让老师说具体点 老师回答是从他小时候 殿下请问是有什么问题吗 哪知太子一把撕了辞职书 吓得老师询问殿下在做什么 不料下一秒就被太子堵住了嘴 史上最强恶狼皇太子 只因非去老师做妃子 上话说道 太子老是想辞职 哪知太子动手又动嘴 搞得老师差点提前去世 殿下 你到底怎么了 不料太子变恶狼 老师你夺走我的新八年 现在竟想离开 老师让太子不要开玩笑 太子让老师乖乖不要叫 我可永远不会放你离开 老师真不知道事故从哪里出的错 殿会宾客们还在讨论他们去哪 有人看见太子将老师带走 还看见老师很凉 身体也抖个不停 估计是天气太冷冻着了吧 没一会儿老师已出现在舒适的长方体上 不停地询问太子为什么 他究竟做错了什么 太子很无疑 明明刚刚都说过 只一你想离开我 我就生气了而已 本来我打算好好培养慢慢来的 可这都是老师你的错啊 老师不甘心 为什么偏偏是我 明明我只是个风云犹存的老人 太子一听扑斥一下笑了 谁叫你总是哭啊 所以我才总想欺负你 你不觉得自己实在太可爱了吗 不过既然你这么好奇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吧 你还记得我们的初遇吗 就是你第一次来找我的那一天 时间线来到八年前 你好 皇子殿下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私人教师了 往后我会尽心尽力地服侍你 然而皇子却一脸不太能力 此时的老师紧张极了 他为了改变未来 好好利用高考知识 心想一定要抓住眼前的救命稻草 哪知皇子直接让他滚 又老又丑的老师他才不需要 赶紧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老师的世界观 被皇子喷得稀疏 完蛋了 都过两周了 没想到皇子这么难老 不管老师怎么亲近他 都会被他当作敌人借比 只要上课 不是逃跑就是在逃跑的路上 就算抓到他 也会遭到各种殴打 搞得老师的儒家思想都要消失了 真没想到太子小时候这么排 这样下去以后 怎么才帮他坐上太子位置 就在老师头疼怎么拿下凯西文时 忽然发现他正站在图书馆门口外 崩屁太子为何变恶老 只因老师身上有父爱 上话说道 太子吃了老师一百遍 究其原因还得八年前 正当老师头疼管不了时 发现太子独占图书馆门前 老师很开心 还以为太子醒神了 可占了半天才知道 居然有人在嘲讽太子很运行 每次来的老师都坚持不了多久 如果去世的皇后知道的话 估计都会追回墨子 而这正好有利如今的皇妃跟二皇子 实在听不下去的老师 打断了他们 你们这是蔑视皇权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一派狐野 待皇子殿下 你说如何处置他们好了 马上叫骑士团过来将他们砍了 然而太子没有做伤 不顾老师的呼唤 反而一溜烟跑了 独自全搜树鹰之下 你也是来嘲笑我呢 我是殿下的人 我为何要嘲笑殿下 老师递给太子手帕 老夫可是会变丑的 先擦个眼泪冷静冷静 不料被太子一把拍开 你少虚伪了 其实你们都一样 我就是个没妈的海 一个无能的皇子 大家都这么说 连父皇也一样 还有那个可恶的女 就连那些不知性命的人 他们都说我软弱无能又令人含心 老师被眼前太子的哭闹震惊住 太子一岁时就没了母亲 皇上转头就娶了皇妃 还生下二皇子 从此皇妃就想尽办法鼓励她 不得不说 这时的她多么悲伤痛苦 后来还被原作斯克鲁欺骗了十二年 老师实在是忍受不了 一句皇子冒犯了 跟着就将皇子搂入了怀抱 我会一直陪在您身边 我斯克鲁绝不会让人轻视你 我以生命与家族的名誉发誓 我一定会让你坐上皇太子的位置 太子不敢相信 老师有何能力帮助自己 老师让太子不必担心 为此他将不择手段 从此之后 太子就开始好好接受老师的教诲 发现老师真是一位好老师 琴奇书画文质武功样样精 还私下日夜帮太子培养势力 这样唯一真心对他好的老师 第一次让他感受到父爱 太子也是从那时真正心动 和我共度一生的命病之恩 拯救我于地狱的天使之恩 现在知道我为何独宠你一人了吧 所以你必须至死都留在我身边 恶狼太子真疯癖 吃起老师不留情 上话说道 太子要求老师留在他身边 可这让老师不理解 我只想为太子尽尽力 并不想要这些 哪只太子很强硬 你不想要我想要 从你身上多了这道八痕开始 比起王位我反而更想要 所以成为我的人吧 斯克鲁 老师忍不住打起喊战 疯子你还想干嘛 还能干嘛 当然是干饭 由于干饭的过程实在凶残 为了保护大家的眼睛 就帮大家看过了 最终太子将老师吃干抹镜 为了将其当作长期饭品 再次要求老师一辈子都留在他身边 而老师也在一声声 疯子中晕倒过去 等他再次恢复意识 耳边传来了鸡渣的鸟叫 看着跟他家不一样的天花板 感觉回到刚来异世界的时候 老师想要记起 昨天睡前发生了什么 脑海中一下就浮现出 太子最后的花 吓得老师直接熟睡梦中精坐起 我的老腰痛得不由己 正想喉咙也好难受 就有好心人递手 老师 你睡醒的样子也很美丽啊 这忽然的甜蜜 吓得老师呀麻呆住 跟着就是一道想撑皇宫的肩子 太子让老师别大惊小怪 老师表示就凭昨晚那些事 不叫才怪 是哪些事 希望老师说清楚点 老师一听瞬间炸了毛 大叫太子别碰他 昨晚太子你是在对我犯罪 就算你是太子殿下也不应该 然而太子却不觉得 这都怪老师说要离开我 老师见太子没救了 打算向皇上秉明一切 哪知太子反夸老师怪可爱的呗 你可以试一下父皇姓女 还是信他是秦始皇 鬼都不信当成年的皇子 会吃了中年大叔 恶狼太子想娶老师做妃子 中年老师拒绝当做没发生 上话说道 老师本想皇上平平领 哪知太子笑老师太幼稚 不过仔细想想也不错 打算叫父皇承认他俩关系 不料老师一听这还得聊 直接大叫就当没发生过 就算你说啥 我也装不记得 然而话音刚落 太子就要发疯 老师你在做梦啊 为啥总是惹我生气呢 你怎么能无视我的真心呢 老师嘴里一番动作 看来你有话要说 殿下 请你清醒点啊 我昨天都说过 我留在你身边 并不想要这些 你就死了心吧 我不可能接受 就算你得到了我的 你也得不到我的心 你多看看历史 哪有老臣和嫩君有好下场啊 所以请殿下也忘记 昨晚发生的事吗 然而恶狼太子 怎会轻易死心 虽然老师拒绝我的心 令他心痛 但其实我并不在意 毕竟想不想要 可不是你说了算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你变成我的人 放心 我不会让你做情 而是做唯一的太子 老师听到这也是猛逼 啊 整个人紧张得汗流加倍 话也结巴说不清 太子让他不必惊讶 毕竟让爱人当妃子 不是理所应当的 昨晚我们也很快乐 那个女人的势力 还需要老四帮助产出 太子说的老四一阵鸡皮疙瘩 我怎么就交出来个神经病吗 殿下 你这玩笑开得不要太过分 太子见老四不相信 立马就发狂 原来你把我的真心当玩笑 老四再次感受到 太子要吃人的眼神 心里直呼完蛋了 这下估计骨头都不剩了 老四真是风韵油存 不要太香 二皇子也被勾引成恶狼 上话说道 老四被太子吃的骨头都不剩 不够恢复后 他又精神满满 现在可不是该绝望的时候 虽然没想到太子这么忙 要他这个大叔当妃子 但是幸亏他多准备了一份辞成 现在他就要趁太子不再去行动 他可不会因为打一巴掌 给柯枣做满 老四为了他最后的威胁 打算去皇室人事部递交辞成 乃至背后有人叫住了他 斯克鲁伯爵怎么在这楼 原来是内务部长官贝特利 看你这衣服肯定昨晚在皇宫过夜 老四有点小尴尬 让您见笑了 贝特利表示无爱 看来太子昨晚将你照顾了 所以你来人是不做什么 老四直呼太好了 我就是打算提交辞成而已 贝特利表示很快就能处理好 老四简直不要太开心 总算能退休了 哪知贝特利却夸老四真独特 居然为升职皇室首席辅佐官提前做了准备 哎 老四猛逼树上猛逼 你到底在说什么 贝特利解释太子刚办完成人 就从陛下那里申请特决 马上让你坐上首席的位置 而且还是秘密尽兴 连我也大吃一鸡 你也太不地道 就凭我们的感情都不说 而这条劲爆消息 很快在皇宫内传开 二皇子也知道了老四做了手机 我那大哥也真是饿了 这样的心思谁猜不到 随之二皇子收起书本 问仆人老四现在在哪 仆人回到就在皇宫 现在就把他带来 哪知二皇子却拒绝 打算自己亲自找他 什么 仆人不敢相信 不过二皇子告诉他老四也是他的老师 他升官了我当然要亲自拜见 看二皇子上天的嘴角 估计也是个恶狼封屁 可怜风韵犹存的老四还不知以后有多遭罪手 首席老四被群恶狼还四 二皇子接耳为老四献上菊花 上话说道 二皇子要亲自拜见老四 而风韵犹存的老四毫不知情 谁能想到太子会以首席为家所 这样狠毒的家伙也不知是谁交出来的 然而那个该死的家伙就是老四自己 居然将浪漫男主角变成偏执并交恶狼封屁 老四头疼的不行 看得贝特利有点不好意思 既然你不舒服就赶快回去休息 贝特利和老四道别 老四松了口气 昨天之后发生的各种事情 冲击实在太大 老四打算先回去喝杯茶 不料平时连招呼都不打的国土部长 也突然跟他泡进来 还要约他去家里坐牢 有话跟老四说 之后什么学院的刷刷校长 神殿的大神官等等 不计其数有身份的人都想约他 老四瞬间感觉压力山大 直呼妈妈我要回家 苦熬两小时后 老四才应付离开 一头恶狼跟一群恶狼果然不能比 老四现在是头疼地停不下 希望在回家的路上不要拥挡着他 哪知话刚说完这有人叫他 老四本想拒绝 希望下次再约 可一听哀鸭 就感觉声音不对 居然是姬尔英皇子 殿下你怎么会来 当然是祝贺老师 你坐上手席了 看着盛开的菊花 老四深感抱歉 可明明是反叛黄飞的儿子 应该是他为眼中钉才对 也不知他送菊花到底打什么注意 姬尔交代 这可是黄飞花园的珍贵品种 希望老四一定回家插到花瓶 老四虽然害怕夹杂夺草 不过眼前也只能接受 忽然 姬尔脸色阴沉 问起老四昨晚是睡在别宫 老四顺话就说喝多了就在那里住下 哪知姬尔却说 昨天他也去别宫找过老四 可却发现没人 老四一听 顿感紧张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强装淡点地回答 昨晚是在太子天殿住下 可姬尔还是怀疑 太子居然亲自收留你回宫里 果然老四对哥哥很特别 首席只是恶郎太子的求婚礼 老四做错了事也要接受惩罚 上话说道 二皇子就要吃太子的做 正当老四不知如何回答时 夫人大叫马车准备好了 这下老四总算得救了 二皇子也只能剩下的事情日后再说 回头见 我的好老师 看着离去的马车 老师庆幸没有说出口 不然和太子的秘密就暴露了 二皇子一点都不随他那感性的马 就跟只活了几十年的九尾屋一样让人难猜 老四还在想以后恶郎又多了一只 太子就出现了 听说有群人忙着攻心 让你现在才回家 不过多亏了这样 才让我能亲自送你 是不是感动得快苦了 然而老四只觉得回家好来 由于半天不赶上太子的车 到底是相信太子 还是相信马 还是闭着眼睛跳上去等死算 太子眼见老四没动静 也开始微笑催促 本能上估计不上车会死得更惨的老四 没办法也只能上去 果然 一上车太子就笑眯眯地坐在老四身边 听说我去办事的时候 你去了人事部 吓得老四一机灵 吐槽太子怎么会知道 刚想要解释 太子却说他啥都知道 不过他可不会生气 毕竟昨晚老四狠心 以后老四只要好好做首席扶佐官 待在他身边就好 老四一听首席扶佐官就炸了 大叫太子在说什么 太子回答当然是我的求婚礼物 贝特利应该提前告诉你了吧 老四现在才知道 他是被太子派人跟踪了 不过他却认为自己没资格坐那位置 太子哭斥一笑 一个辅佐我当上太子的人 怎么会没能力 而且皇帝陛下已经下了正式批准 如果拒绝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吗 老四当然知道 现在他只能当案板上的老 忽然太子突然靠近老四 今天见了这么多人一定很累吧 就让我帮你好好放松休息一下 不料放松中太子看见二皇子送了花